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来到我们大学老家小教室的单元了 所以在今天教授要教我们什么呢 我们今天谈谈这一件 这件是青铜器把它做成瓷器的这种品质 这种习惯从宋朝开始比较多见 因为宋朝建国以后非常节约 所以青铜器制造很耗费财力 物力 人力 所以建国的这个罩框印 就是要求他的这个子民一定要节约 所以慢慢地就从 本来是做青铜器去做济制器的这种习惯 变成用瓷器去取代 所以形状一样 但是材质不同 所以当时流行的君瑶 很多被拿来做这样的济器 就是仿青铜器的造型 比如说这件是菇 这是祭拜天地的 事实上这个菇如果再放大一点 胖一点 就是尊 不管是尊或者是菇 都是酒器 就是喝酒的 但是是给神明喝的 对 就是祭司 因为中国人在祭司是撒酒的 君瑶的特色是什么 君瑶特色当然我们可以从幼 胎徒 气形 各方面去看他 还有因为君瑶很特色是 他也是做给皇帝使用的 所以他下面也会有一些编号 编号吗 如果是皇家的君瑶 他下面有编号 比如说123 这种编号 我们来看这个文字图档 好 教授你这样讲我们还是母沙沙 母沙沙 不简单 这个东西本来就不简单 我们看看就是说宋道元 金元的君瑶 有一些鉴定的要点 我看一下 好 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看来 尊本来是青铜器 桑州青铜器 是 那君瑶就是在皇帝的属意之下 就用瓷器去做青铜器那个尊的造型 或者是菇的造型 因为尊跟菇都是古代 桑州时候 祭天地 鬼神 祖先的 但是因为宋代很节约 就用瓷器去取代青铜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尊 尊到底真正长什么样 这是尊 也是君瑶的 这个红色弄得很漂亮 很漂亮 下一件 这是菇 也是君瑶 这是君瑶做的 君瑶做的 所以菇比较瘦 尊比较胖 菇比较瘦 它是 菇是大酒杯 尊是酒瓶子 可以这样讲 懂了 我们看下一个鉴定要点 我们看第一个 君瑶的胎土是灰胎的 当然胎土有很多种 但是主要是灰色的 灰胎 我们看图片 各位看这个破片这边 当然这个可能看不清楚 这个就是灰色的 灰胎 你从这个图看 它是灰色的图 那我看我手上这个不太对 这个不对的 都是现代做的 所以它一看就可以比对出来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第二个 君瑶的胎体比较厚重 所以它的那个胎就是比较厚 它不是做得很薄的 所以你去颠它的时候 拿它的时候 它是比较沉的 这个是它的现象 我们看第三点 宋代的气形是以花气为主 就仿清通气 刚刚我们讲过了 就是仿酒气 第四个是右面往往有橘皮纹的现象 什么橘皮纹 橘皮纹我们看图片 这就是橘皮纹 你看像橘皮 所以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 它故意要做出来那个味道 但是做出来没有像这么自然 对不对 这是仿的 没那么自然 你看这个是对的 它很自然 橘皮 我们看下一个 第五点 它的右质厚重 气泡夹杂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它的右比较厚 它也比较厚 右也比较厚 然后气泡在这个流动的那个右质里面 就有夹的一些气泡在里面 这个肉眼看得出来吗 要用方达镜看 要用方达镜看 我们看猴片 这个右很厚重 很厚重 你可以看它边缘 它的流动的 它是像那个 有点像黏黏的感觉 黏黏的 厚厚的黏黏 我们看下一张 第六个是 它通常军瑶烧的天蓝色 会放上红色的斑点 是用铜去发射的 那元代跟宋代不一样 宋代是比较自然的 整体的红跟蓝融在一起 那如果是元代 金代或者元代 它是点状 尤其是元代 是点 点了一个红红的纸红 我们看下一个图片 就像这样子 这件是元代的 这件是元代的 所以元代的这个上面 就用这个笔沾了铜水 去画了一道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红色纸红色的效果 这个是元代的军瑶 有这个现象 第七点是它的圈竹 宋代的圈竹 一般来讲修得比较规整 那如果元代修得比较粗帅一点 因为元代比较豪放 它这个军瑶在元代统治之下 它做得比较粗矿一点 这是一个当时的现象 那元代的时候 它的军瑶的后面 往往突一个 就是它的底竹会 这里会突起来 所以它这里没有突起来 那它这样这个圈竹酸酸厚吗 算得算很精致的 算得修得比较精致 如果元代的就修得比较不精致 我们看第八点 这个红斑是因为铜造成的 所以铜是很不稳定的 很不稳定的 所以通常红色不会纯粹的红色 它会变成猪肝色 褐色或者是一个紫色 很少出现纯红色 而且这个红色会有很多层次上的变化 我们看图片好了 好 就像这样 它有很多层次上的变化 它不会一抹红 也不会一抹纸 那像这样叫做一抹红 对 它太单掉了 直接假假的了 所以是假的 我们看下一个 第九点 宋代的军瑶 这个底下 常常会有一个数字编号 看看有没有 数字编号 没有 数字越大了 气性越小 它主要是配套用的 因为皇帝做这类东西 除了青铜器之外 也做花器 因为它比较厚重 比较适合种花 所以在皇家的花园里面 就由军瑶做的花盆去摆设 数字越大 气性越小 它要配套 这是学者他们研究的结果 所以它这个配套记号 第十点 像这个配套记号 这是1 这是写个1 1在这里 对 刻一个1 有刻2 刻3 有刻4 一直到10都有 它是个配套措施 因为一个盆托会配一个花盆 盆托就是新水的 你浇花会有水下去 它是装水的 盆托 然后里面再放一个花盆 对不对 它要配套 所以1对1 2对2 是 我们看下一个 第十点 宋代军瑶的官瑶的底竹 通常会涂上个铁水釉 所以有褐色的感觉 有褐色的像鱼一样 所以它这个 有这个现象 有没有 它涂了一个褐色的东西 但这个涂了不像 我们看那个 那怎样才像 我在这个军瑶博物馆拍的 你看这件 就比较自然 跟它都不一样了 这个是很自然的 整体涂上了一层铁水釉 所以召出来 上面有隐隐约约的 褐色的效果 这就是军瑶的一个特色 所以在今天我们 大学宝家小教室 学了军瑶以后 多开多学 就会越来越厉害 谢谢